小小手拿着瓶盖或是汤匙 兄弟两人较劲 一分半内要比比看谁装得多 刚刚装水的好不好玩 好玩 就是让他知道说他爱惜水资源 任何资源都是一样的 对对对 响应农历七月吉祥月 北投区慈激志工 举办夏日园游会 宣导如素摘见 志工准备了禁丝月饼 乔麦凉面还有寿司 邀请民众一同品味 公园内设置了11个摊位 无论蔬食 环保DIY 甚至是防灾宣导应有尽有 也吸引不少社区民众前来参加 我们会尽量的用简化的口语 就是讲给奶奶 就是比较简单的意思 然后让他们懂 因为我们现在这边常常地震 我们这个一年有好几次 要小心 所以你觉得这样的宣导 这样很老话 实际太伟大了 结合我们的环保跟蔬食 还有我们的科技智慧的QR Code的部分 去介绍我们的大爱人文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都含在我们的各站里面 为了破除社会大众 对农历七月的迷信 慈激之功巧妙转换闯游戏 要带领民众改变观念 我们是希望说引导社区的会众 有正确的七月吉祥月的观念 不是迷信败鬼神 一直以来 那个慈激都是这样子 来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所以他们认为七月本来就不是鬼月 是一个吉祥月 对 那因为你在怀念先人的时候 顺便就是持着感恩的心 当农历七月不再是人人口中的鬼月 而是成了吉祥月 一同体会感恩孝亲的真谛 大爱新闻旅足轩检员集台北报导 今天的专题报导 要认识这一位叫做李婉玲 他在莫拉克风灾过后 培训了当地的居民当专业导览 才能对这一片土地 有更多的了解和敬意